噢噢噢噢噢 好燙喔 煮泡麵會收的 噢噢噢噢 煮泡麵會收的 學姊說我剛剛沒有開電源 噢噢噢噢 真的要開到10點 董麵妳有誰吧 噢噢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我們現在呢 在桃園的玩咖電競館 因為這次的企劃呢 是攝影師她至高奮勇 然後跟我說她要來規劃 所以呢我現在不知道說 我們到底今天要做些什麼 我只知道我們現在要到電競館裡面 今天就是要派給你一些重大的任務 OK 任務1 製作網咖的任門美食 妳知道我是突起的地獄廚娘嗎 妳確定不怕我殺這個 裡面的客人 任務2 送餐直到被觀眾認出來 妳今天不用回家了吧 我們大概拍到晚上10點 到底誰會認出我啦 邀請一位客人PK囉的單中模式 所以我等一下去裡面隨便找一個人 然後跟他說不好意思 請問妳可以跟我PK囉嗎 沒錯 好吧 妳真的很狠 好啦那我們現在就話不多說 直接進去吧 哇 欸這間網咖也太漂亮了吧 它這全部都是工業風的設計耶 這個對我跟以前這個網咖的印象有點不太一樣 簡缺網咖都是那種偏黑暗的類型 然後這間呢幾乎是沒有煙味的 而且現在的網咖超厲害的 還有私人包廂 哇塞 這個空間也太大了吧 這邊還有一張床 所以你在旁邊打類的時候呢 妳就可以過來這裡稍微小休息一下 然後呢它的設備呢也非常的好 就是完全是一個非常棒 有隱私的空間 好啦 那我們現在呢就要去執行第一個任務了 我今天還要煮網咖的食物 好啦好啦那我們現在呢就去廚房吧 這豬排版 這豬排版 哦好 好 這漂亮哦好燙哦 好燙哦 好燙哦 這豬排版 好燙哦 還給我吧 那豬排版 但我會覺得這個不行的臉 沒有知名 腹炮沒有我受 搞搞搞搞搞搞不太小 chemical features 很正確 完美 不完美 學姐說我剛剛我沒有開電影 這豬排版 So this is time of Christmas 好啦 第一個任務終於完成了 那現在呢 就要來第二個任務了 送餐 大家都在玩遊戲 到底誰會理我啊 沒有辦法 這就是人生的挑戰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去送餐吧 走吧 然後我們看看 第二個任務的第一個人會不會認出來 不好意思喔 你的慘點 完蛋了 我們真的要拍到十點了 第二位 拜託要認出來 你好 不好意思 你的餐點 來 謝謝 沒有人出來 第三樣了 我是不是今天要煮一整碗飯了 走吧 送餐 欸 是女生啦 那你沒救了 你好 不好意思 你的餐點 謝謝 等一下 怎麼可能 可以給你拍張照嗎 當然當然 當然 太好了 沒想到是女生認出來 臭男生 我的粉絲大概有八成都是男的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執行第三個任務了 我們就是要邀請一位客人PK囉的單中模式 好啦 那我們現在來掀開囉 然後順便看一下我們今天要用的配備 打遊戲最重要的就是顯卡 我從一進來就看到了非常厲害的東西 Duo RTS4070 4070耶 比我加的還厲害 我覺得還有一個超重要的就是螢幕 它是華碩的SG43VQ 其實我現在也是曲面螢幕的愛好者 哇 尤其起來真的是超級爽 然後最後呢 打遊戲最重要的就是舒服 這張電競椅是ROG Core的電競椅 你坐上還很軟 坐起來很透氣 超級舒服 好啦 那看完貝貝了 我們現在要去找我們的對手囉 走吧 我們先看看有誰在打ROG好了 嗨 不好意思 想問你準備跟我一起打一場ROG 然後我們來單中單挑一下 好 沒關係 謝謝 被拒絕了 那我們再找下一個 這邊有一個 嗨 不好意思 想請問你現在在打ROG嗎 還沒開始 那既然還沒開始的話 你又不願意跟我一起打一場這個單中 可以嗎 可以 我那邊有兩台電腦 那你可以跟我過去打嗎 那你坐這邊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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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好意思 什麼怎麼稱呼 走走 我們今天是打單中 就算首殺吧 那既然都單挑了 是不是要來一點賭注 我贏你的話 那你要幫我FB啦 IG啦 YT全部都按讚 那我再投你 投內你五千塊 我靠 好 那如果你贏的話你想要怎樣 因為我現在是賣車 他也就是在幫我分享我的分享 OK 沒問題 那我再加碼你 我再幫你加三個小時 然後你今天要吃什麼 我就買單 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開始加個好友吧 你太強了吧 好啦 幫你分享 幫你分享 有點無倫次 好啦 那就謝謝你 感謝你幫我 SIT OK 我們今天的挑戰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欸 我覺得這三個挑戰呢 其實都還蠻好玩的 像第一個啊 然後那邊煮東西對不對 欸 我的地獄除娘的那個稱號 應該要換一下了吧 我現在應該是 突起小當家吧 我是不確定 微焦的貢丸跟 那個泡麵調味包 直接丟進湯裡 我不確定 你沒看到嗎 沒看到 然後第二個任務呢 我覺得 真的是太開心了 而且怎麼是你會認出我 我要送他非常多的簽名照 人家 要嗎 好啦 那第三個呢 就是單中挑戰嘛 那不爽 而且是有點被屌虐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呢 這個電腦配備真的是還蠻厲害的 像是他的顯卡 因為是4070嘛 所以玩起來呢 就超級順 然後再來呢 就是他的電競椅 坐起來非常的舒服 那今天體驗下來呢 我覺得這個網咖真的是蠻讚的 就是很舒服啊 然後又沒有煙味 而且 還位於市中心 他其實就在這個中立火車站 走路不用十分鐘就可以到的地方 而且這間網咖呢 本來已經這麼厲害了 但是呢 他十月中之後呢 還會做全面的改裝大升級 大家到時候呢 也可以來看看全新的裝潢 到底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這裡告一段路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就下期見吧 掰掰 掰掰